這支影片要介紹如何下載百度網盤上面的檔案 以及大家相信最困擾的如何去註冊百度帳號 然後我也會說明無法發送驗證碼的原因及解決方式 那我們直接進入正題 首先我們先安裝VPN的擴充插件 如果原本有在用VPN 也可以開啟自己的 安裝好後我們連接VPN 再來我們進到百度的註冊頁面 手機號這邊選擇台灣地區 然後就輸入你的手機號碼 但要注意的是 台灣的手機號碼 前面的0需要去掉 再來輸入你的用戶名 用戶名相當於是你的帳號 之後是用於登錄 再設定密碼 最後按獲取驗證碼 然後輸入手機收到的驗證碼 這隻手機號碼 再用選擇 再來GoShun後 點擊註冊 這樣就完成了 完成註冊後 記得把VPN關掉 第一個可能遇到的問題是 操作過於頻繁 這是他們伺服器的問題 只要換個時間註冊就能解決 目前經過測試 在深夜或是凌晨時去註冊 是較高機率受到驗證碼的 第二種情形是 你的操作存在安全風險 這就是你的IP被擋 可以透過開啟VPN 或是透過手機的行動數據上網 來繞過這個問題 如果你有完全按照我的教學進行操作的話 是不會遇到這個問題的 再來我們去下載百度網盤的客戶端 如果你不想要下載客戶端 也可以挑後面的擴充插件下載方法 只是就沒有客戶端這麼的穩定 偶爾會有無法下載的問題發生 下載好後我們開始安裝 勾選同意 這邊可以選擇你要安裝的資料夾 也可以保持不動 選擇好後就可以開始安裝了 登入我們剛剛註冊的帳號 然後第一次登入可能會出現安全驗證 再驗證一次自己的手機就可以了 登入後我們先進到設定 我們把一些不必要的功能給關閉掉 這邊可以更改你下載檔案儲存的位置 優化速度模式一定要記得打開 它會提升你的下載速度 那我們都設定好之後就能去下載檔案了 接著我們介紹擴充插件下載法 首先我們先去安裝 創改喉這個擴充插件 看到右上角安裝成功後 接著我們來安裝腳本 安裝成功我們可以在創改喉的空台這邊看到 再來打開你要下載的檔案 我們首先先登入 然後會放在這邊多一個下載助手的按鈕 然後會放在這邊多一個下載助手的按鈕 我們把暗號給複製進去 接著它右上角就會提示點亮成功 刷新一遍之後可以看到下載助手的按鈕變成紫色的 但在開始下載之前 我們必須先下載一個NDM下載器 或者說你如果有在用IDM也是可以 我們先到NDM的官網下載 下載後直接把它開始安裝 我們先設定一下NDM 把原本的UA刪除 复制新的这段进去 然后按下OK 这样我们就设定好了 回到下载页 我们点选按钮 选择API下载 对这个连接按右键 选择复制连接网址 打开NDM 按左上角的加号添加 这样它就会开始下载了 首先我们先关闭WiFi 使用行动数据上网 如果你没有行动网络 也可以使用VPN 再来我们进到百度的注册页面 手机号这边选择台湾地区 然后就输入你的手机号码 要注意台湾的手机号码 前面的零需要去掉 再来输入你的用户名 再设定密码 最后按获取验证码 然后输入手机收到的验证码 给我选后点击注册 这样就完成了 打开要下载的档案 点选去APP查看 按立即下载 接着就等它安装 下载选择台湾地区 输入手机号码 然后记得最前面零要去掉 输入手机收到的验证码 然后再打开下载页 按下载 把一些必要的群性给它 主阶面右上角 中间的按钮 可以查看你的下载进度